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发展过程和它的主要类型 正如前面跟大家介绍过的 可编程逻辑器件是一种在生产的时候按通用性器件生产 但是它的逻辑功能却是由用户对器件进行界定的这么一类器件 那么通过刚才的表述就能够知道 按通用性器件进行生产意味着它成本低周期短 按用户来界定它的逻辑功能说明它的灵活性较高 由于它的可编程又决定了它可以反复的使用 由此现在可编程器件成了数字系统设计和实现当中的一个主流分支之一 那么可编程器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其实前边我们如果学习了 这个可编程的语获真类 因此可编程的思想最早是由P-ROM那边出现的 那么整个的发展历程大家可以看到我在PPT当中列出来了主要的类型 在这个主要类型当中大家能看到各种缩写 但是不外乎就这么几个 一个是Field 现场 一个是可编程 一个是Logic 一个是Array 一个是General 一个是Iris 还有Complex 还有Device 那这些词凑来凑去就是我们看到的所有可编程发展的类型 那它的意思是有阵列形式的可编程 阵列形式的可编程其实最早就源于ROM的思想 那么可编程Logic是关于逻辑的可编程 那逻辑呢最后又是不外乎落实到与或非 所以对于数字电路来讲 可编程就意味着逻辑功能可以定制 那再往下发展 我们说从P-ROM是融丝型的 到后来可擦除 可编程落气期间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从最开始的融丝结构的可编程 到后来的出现了可擦除的可编程 一直到现在 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的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CPLD 还有一个是FPGA FPGA我们已经要求大家开始接触它了 那下边呢 我们就仔细的来看一下 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 各个类型它的特点 由于可编程逻辑器件 是半生着大规模集成而生 所以我们再要想去表达它的电路图 就变得是很密集 那怎么来表达这个密集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通过连线上的焦点来表达它是否引入了这个变量 所以我们得到了这样的表达 比方说像第一个 这个雨门输出P和ABCD的关系 是怎么关系呢 是凡是跟它输入线上消加差的这些点 就表达了它把这个变量引入到了这个雨门 以此类推 在货门当中也是这样 所以大家会看到在可编程的这个电路结构图当中 经常会有这样密集的变量引入的表达 但是到一定规模之后 我们说其实不易再用图来表达它的内部结构